瑞克一人一马勇闯空城 却不料遇到了几千个丧尸 新鲜血肉送上门来 丧尸哪有不疯狂的道理 凶涌的丧尸潮水般追来 尽管瑞克拍马狂奔 前路仍然围满了丧尸 后退根本就不可能 瑞克被巴拉掉下马 可怜的马儿成了丧尸的午餐 瑞克只能惊恐地爬进坦克车底 一把左轮根本杀不完 饥饿的活死人不断逼近 瑞克绝望地举枪准备自尽 幸好看到了开启的舱门 给了瑞克一线生机 本以为逃过一劫 身旁的尸体突然呲牙咧嘴 瑞克慌忙一惊爆头 巨大的枪声在坦克里爆音 震的耳朵嗡嗡作响 瑞克挣扎着爬出坦克 枪支弹药掉落在尸群中 丧尸密密麻麻地爬上坦克 整个城市的恶魔都在赶来 血腥的啃食马肉 疯狂地拍打坦克 瑞克没有任何逃生的机会 这时对讲机突然响起 一个男人说情况危急 坦克四周围满了丧尸 几乎没有逃跑的路线 但是大多数都在啃食马肉 只有坦克上还趴着一个丧尸 他指引瑞克 爬出来后赶紧往右边的街道跑 那里只有少量丧尸 男人会在那里接应 这是唯一的逃生机会 瑞克在坦克里只找到了一把枪 还有一个手雷和15发子弹 瑞克抓紧时间爬出坦克 顺便给了附近的丧尸一巴掌 跳下坦克后仍然有不少丧尸 瑞克一枪一个爆头 尸群被枪声吸引过来 那个男人突然出现 拉着瑞克赶紧逃跑 子弹也已经打光 他们只能爬上就身体 而丧尸围堵在下面跑向 巷子里不断有新丧尸涌来 瑞克幸运的又被救了一命 男人叫格伦 是一个非常机灵的小伙子 两个人绕了一个圈爬上顶楼 再从天台楼梯寻找出口 争分夺秒的逃回了大本营 但是后门有几个丧尸在游荡 突然两个人身穿护甲手持球棒 揪着门口的丧尸一顿输出 瑞克和格伦趁机溜进去 没想到瑞克刚进门 就被一个女人拿枪摁住脑袋 因为瑞克在外面疯狂打惯 枪声引来了周围的丧尸 挤在玻璃门不停地拍打 眼看就要冲进来 他们一群人凶多吉少 一楼已经危机四伏 天台又不断枪声作响 一行人赶紧爬上天台查看 原来是莫尔这个老流氓 闲得无聊在拿丧尸消遣 黑格T仔指责他浪费子弹 换来的却是一顿大拳招呼 连劝架的瑞克都被一拳干飞 莫尔和丧尸也没啥区别 就是一个疯子 没有人能劝得住 毕竟他五大三粗的 手里还有枪啊 为了证明自己的权威 莫尔拿枪逼着大家投票 自己要成为这群人的老大 只有一个人不同意 那就是身为警察的瑞克 要对付这种老流氓 只能用武力征服他 然后靠在铁管上好好反省 解决了麻烦人 还得解决楼下的麻烦丧尸 马路上少说也有几百个 从地面逃生几乎不可能 这时黑姐突然想到一个主意 像这种老实建筑 都会在地下留有防洪用的下水道 果然他们在富二层找到了入口 可是里面黑漆漆的一片 万一也有丧尸怎么办 格伦果然不服众望 成为了大家首推的探路专家 毕竟他是这里的万能导航 但他只能带一个人下去 人多了遇到危险 连逃跑都会堵车 漆黑的下水道安静的可怕 再管到尽头 还有结实的钢筋铁网 怎么办 此路不通啊 突然一个鬼爪突然伸出 姜格伦两人吓了一跳 居然连下水道都有丧尸 那这条路根本出不去 而百货大楼的玻璃门 也终于扛不住丧尸的进攻 这帮美脑子的恶魔 居然还会拿着板砖砸门 怎么办 还有什么逃生的方法